贸易战恐慌直视虚晃一枪 美股华丽上演绝地反击 二美元对日元下行风险加剧 纽约孤高阻碍汇价升值 三警惕油价一切千里 美国股市在周三上演绝地反击好戏 道琼斯指数在开盘一路重跌500点的状况下 一路回升 最终以1%以上的涨幅报收 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则录得了更大的涨幅 很显然不断升温的美中贸易纠纷 是美股开盘大幅跳水的主因 但是在日内随着消息面逐渐显现出峰回路转之态势 市场情绪也逐步回暖 中国方面此前针对美国提出的所谓301调查 做出了最强力的反击行动 包括美国所生产的猪肉 大豆等农产品 以及波音公司的客机都悉数登上了可能被开征惩罚庆关税的名单 消息一出波音店在开盘重挫了5% 成为道琼斯30只成分股中的领跌者 不过在收盘时分 波音的跌幅已经缩窄至1% 周四巴克莱银行讨论了美元对日元的前景 并认为尽管短期动力仍应受到全球风险情绪的推动 但受脆弱的风险情绪和对贸易问题的担忧 亏价复苏的空间可能仍有限 该行认为在4月份新财年开始时 日本央行倾向于出售日本国债和外国债券 以锁定利润 然而考虑到截止2017年底 三大银行集团的外国债券投资组合 已经受到了未实现的损失 4月份外国债券季节性抛售的范围可能更为有限 从技术面上来讲 贵价有望进一步承压 预计在短期内 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将会回撤至105 而对于纽元 巴克莱表示这可能被高估了 继三个月的走势前景是中性的 新西兰的后期经济地位和汇率被高估 比长期平均汇率高出约7% 将阻碍纽元对美元的升值 最后来看一下原油期货方面的消息 周四亚市早盘 美由于63.62美元 以现作窄不震荡 早些时候受避险情绪消退的影响 美股出现了快速的拉升 同时EI数据好以预期 追动了油价走高 目前美由交投于63.69美元 值内高点和低点分别位于63.79美元和63.48美元 知名金融博客林对冲表示 受到中美贸易战局势愈发紧张的影响 油价于周三大幅下跌 且无视欧佩克源于产量 创一年新低所产生的利好影响 沙特和伊朗的局势升级或导致减产联盟的破裂 美高官否认贸易战 令油价短时反弹 但油市多空失衡 为后市买下了隐患 美国飞龙数据预期良好 或提振美元打压油价 本节目由杜高斯贝出品 我是维珍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